临床医学系宣誓仪式 仪式开始 请宣誓入场 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 学组的时刻 请庄严宣誓 请全体宣誓人起立 医学生宣言 我志愿献身医学 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 各首医德 尊师手继 各股钻研 此次图卷 精益求精 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 除人类屈敏后 祝宪健康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体和你 虽然你 主持人 我都不看了 虽然 就是 就不打了呗 我也不逼你 你就让我记忧显的电脑 帮你当个小话就行 你就在边上看书就好 来 这就是我的小号 你以后也可以玩 前面 你看着点人 左边 你跟着我 站着可以了吗 对对对 前面 前面 走 对对对 我先 坐坐坐坐 小心点吧 你太厉害了 吴景豪 以后玩游戏就靠你了啊 以后 对啊 以后我们每天都玩 我来这里是来学医的 不是来带游戏的 游戏里的人伤了死了 可以重新再来 可现实里的人不行啊 吴景豪 你怎么比校长还啰嗦呀 我们这不是上大学了吗 上大学就是要把握现在 能玩就玩 这才是大学的真谛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两天 不耽误的学习 三天 一礼拜 行 一星期一次 很简单 太棒了 来 进去 陈飞 你找什么呢 我不是记本了 找到了吗 没有 该不会也没带来吧 有可能 别找了 我送你一个超级好看的本子 我也有 喂 爸 那个你帮我看一下 我书桌上有没有一本 绿皮的这几本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真不错 好好好 你帮我寄来吧 谢谢爸 我都让我爸寄过来了 你寄过来还得两天了 先用我们的 来 谢谢 别客气 这边太乱了 一会儿阿姨要来查清了 赶紧收拾一下 我帮你折吧 谢谢 住住住住住 这样 你别弄了 我来吧 别弄越乱 不是 我可以学吗 你教教我呗 怎么这么会跌啊 我在卖衣服的店里面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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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知道了 原本大学时的我 空闲时间 总是去医院看武警号 准备 很少参加课外活动 整个学校 我熟悉的人 就只有文文和桃子 也是在这张舟子边 我们一起笑过 他晚上呢 哭过 不理他了 你有我们呢 你怕什么呀 我给你放进去啊 谢谢 这个 你也喜欢这个 你急急了吗 这是我小时候喜欢的 只有一张 后来没有遇到再卖的了 所以没有急急了 我就插这一张了 那你现在不插了 什么意思 你送我了 嗯 韩非 你也太好了吧 我爱死你了 你太好了 哎 我跟你说 我的人生圆满了 让你展示一下啊 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 在我面前显现出你真正的力量 和你听一下 吴景浩与我 就像那张缺失的塔罗牌 这一次 我们一定会不留遗憾 哎 吴景浩 好巧啊 嗯 那个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出这儿干吗呀 咱们不走了 咱们先走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什么情况啊 好了 安静 我们的班会开始 这是我们第一次大家正式见面 我叫颜云天 是接下来你们大学时期的辅导员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被点到名字的同学请起立 给大家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并说明一下你为什么要报考我们医学院 第一位同学 第一位同学 杨亮亮同学 大家好 我叫杨亮亮 因为大家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 所以想做一名医生 我平时喜欢唱歌 也学过一些小提琴和古典舞 我父母平时都在国外做生意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那希望在大学期间多交一些好朋友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第二位 潘毅 大家好 我是潘毅 我来咱们医学院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是医生 可能有的同学已经认识我了 因为我是咱们学校贴吧的小拔主 所以学校里边有什么事呢 我都知道 如果以后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事 尽管来问我 在我这儿 没有你们问不到的八卦 安静啊 潘毅同学 等于我就是一位 听说的 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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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的学校 我都知道 这辈子的学校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一个人的学校 韩非 大家好 我叫韩非 我学医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 他给我讲过很多医学知识 他陪我 走过了我人生中 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可是后来 他发生了意外 我想照顾他 想让他醒过来 好的 同学 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 发展得非常快 相信你这位朋友 会醒过来的 谢谢大家 好的 下一位 吴景浩 大家好 我叫吴景浩 我选择医学院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就是想治病叫人 谢谢 非常好 吴景浩同学是我们这一届的第一名 他的想法也很纯粹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向他学习 下一位 下一位 灵灵 那个 大家好 我叫灵灵 第一个灵是双目灵的灵 是前笔音 第二个灵呢是冰灵的灵 是后笔音 其实我一开始 我妈想让我出国留学来着 但是我高中喜欢的那个女同学 跟我说她想学艺术 结果我听成了学艺术 我 结果我就 我就来报考医学院了 那个 老师 我还能转系 转系的话 要等到下个学期了 行 知道了 我等等吧 好的 刚刚大家都简单地认识了一下彼此 接下来 这一次班会 我们要选出男女两位班长 是因为要在课域的时候 在寝室沟通方便 班长的工作 也就是组织活动传达信息 好的 接下来哪位同学自告奋勇 没有人自告奋勇的话 我就随便选了 我们班男生学号排在第一的是 老师 我推荐吴锦浩同学 那个吴锦浩同学成绩又好 长得又帅还是学生代表 我觉得他当班长再合适不过了 吴锦浩 你怎么想 老师 他没意见 老师 我也没意见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我们的男班长 就定为吴锦浩同学 你和我打游戏的时间怎么办 接下来 女班长有自告奋勇了吗 老师 老师 我 来 安静 不要起哄啊 班长就是为我们同学服务的 自然是我们同学自己来选 这样 两位同学 说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竞选 杨亮亮同学先来 大家好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学习委员了 所以非常了解班长 所需要做的工作 那希望我有这个荣幸 能在大学期间为大家服务 谢谢 好的 韩飞同学 到你了 虽然我不是学生干部 但我自学过很多医学知识 所以我相信我肯定能帮到大家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 行 两位同学说得都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开始竞选 首先觉得杨亮亮同学 能够胜任我们女班长的同学 请举手 好 票数已经过半 那么我们就恭喜杨亮亮同学 成为我们的女班长 谢谢 好了 两位班长 请起立 接下来马上是我们的军训了 我希望在军训之前呢 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我们的班级活动 也为了提高一下我们班级的凝聚力 当然 不强求 你们要征求一下同学们的意见 好的 杨亮亮老师 好 请坐 那今天班会就到这儿 大家可以吃饭去了 老头的 你说什么帮助大家学习啊 你这种理由 谁会选你啊 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 也想不出 自己还有什么其他优势了 你说这杨亮真是太没眼泪劲了 又不是不知道你呼不及号的事 别不能怪她 她本来就是班长 什么叫她本来就是班长呀 难道这班长还是内定的 我意思是她本来命里就该是班长 这什么事还要讲命啊 走了 走吧 韩非 这有位子 来 我都不信你气什么 走吧 河黎 霞开出来 你说今天咱们要不要去拒绝 你还是问问其他同学吧 我一个人决定不了 韩非 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有啊 我挺开心的 对不起啊 韩非 今天给你抢班长 你没事吧 谢谢 对不起啊 韩非 没事 没事 我自己抢的 我是说今天班会的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也想当班长 要不这样 我去跟老师说说 我知道你跟吴景昊的关系 你们俩一起能做班长肯定更好 什么关系 你跟他们说咱们什么关系啊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吃了 韩非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我去道歉 你不会看不出来这是套路吧 什么套路啊 杨亮亮这点套路 你不至于看不明白吧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刚看韩非没怎么吃东西 就想着给她买点 这酸奶挺好喝的 你要吗 不用了 谁啊 谁啊 不是 谁啊 说话 谁啊 谁啊 也不说话 学弟 你好 我是英语角杂志的 这位学长 我不需要杂志好吗 不需要 怎么会不需要呢 尤其是医学院的学生 英语四六级 考验英语 还要阅读大量的英文医学文献 那英语是非常重要的 同学 你既然选择了我们学校的医学院 那将来肯定是要读博士的吧 我没这个想法 你快走吧 好吗 那研究生总是需要的吧 学长 我现在只想让你快点出去 玩我打游戏 好吗 其实啊 这游戏 是需要一定英文储备的 比如 大哥 我玩的中文版 学弟 开学优惠 只要二六八一年 不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快出去 我看这个杨亮亮就是故意的 不是吧 你说他该不会看着吴景浩了吧 这才开学几天啊 就看着了 那他干吗挑拨你和吴景浩的关系啊 我跟你说 这种小说里的情节可多了 亲美比不过天降 你不知道 现在贴板里到处都在八卦 你和吴景浩是不是分手了 甚至有人觉得吴景浩和杨亮亮更配 一个男班长 一个女班长 一个新生代表 一个开学典型主持人 一个谦逊好学 一个吴景浩 好了好了 你别说 那你看我配吗 那你看我配吗 吴景浩我不配 你要气死我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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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玉杂志没卖出去 没卖出去就没卖出去嘛 你说遇到那种不爱学习的 没钱的 这不是卖不出去很正常 什么 何必可能 瞎瞎气 九栋二零八 是你们班男生宿舍吧 嗯 怎么了 我告诉你们小心点 里面有病态 让我想想二零八都住了谁啊 潘一 玲玲 吴景浩也住在二零八呦 玲玲 你怎么知道是玲玲 不是吴景浩不是潘一啊 一定是玲玲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不能爱上她 她 我眼瞎了吗 我绝对不可能爱上一个 比我小还没品的男生 好 记住你现在说的话哦 嗯 有事儿啊 那有什么事儿 潘一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帐篷和烧烤架 我在贴吧发了个求助帖 有个学长看到了 他借给我们的 韩飞 你穿成这样 该不会是要唤起 吴景浩的记忆吧 对啊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最起码要试一下 景浩 您可以帮我扎一下头发吗 我不太方便 我来吧 我来 好 吴景浩 不是我说你 你一个人考不了吗 这么热的天 你让一个女孩在火堆前面干活 看你来 不怪景浩 是我来帮忙的 再说这么多人呢 他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 那我给你删风 谢谢 他头发不会自己先扎好吗 还让吴景浩帮他忙 还那个潘一 是傻子吗 你都为着他拽呀 别看了 再看班长真被人抢走了 你累了啊 你歇会儿吧 我和韩飞来帮忙 好啊 谢谢 景浩 你也累了 我们去歇会儿吧 我这边起床 你要是真累的话就去吧 行吧 不是他还真走啊 不是他还真走啊 我们女生说话你一边去 走 玲玲 据我看小说和漫画的经验 杨亮亮肯定对吴景浩有企图 应该不会吧 你会怎么看小说 你不听稍微说的 你不听得知的 谁你不听得知的 你不听得知的 你不听得知的 别听得知的 是你不听得知的 谁 你干什么呢 刚刚有只虫子在你头上 你没有感觉到它在跑吗 还在吗 你转过去我再看一看 好了吗 嗯 好了 没事了 虫 虫呢 跑掉了啊 别看了 都跑远了 你是想看我的头吧 我没事看你头干吗呀 做雕塑吗 头上的伤疤 所以你头上的疤是车祸流的吗 车什么祸啊 你别咒我 是从看的人摔下来的 所以你就失忆了 你不是知道的吗 所以我梦里 武警号摔下台阶 是这个时空真实发生过的事 好 现在大家都听我说 那现在都吃完饭了 有没有同学愿意来表演一下节目呢 我来了 拍一吧 第一个 我这样啊 二 三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我来了 报单工具人啊 别忘了 三步 这儿这么急就没有空位置 你就先习惯一下 错过了心爱的女孩 你在原地等待我回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胡锦浩呢 胡锦浩他刚说跟洋洋亮有事 就先走吧 去哪儿了 后门吧 就那个方向 这么晚了 去学后门干嘛 你要不去看看 我去看看干嘛呀 桃子 你先回去吧 我去给你买点好吃的 我说我要吃东西了吗 我可以吃东西 我可以吃东西 我吃东西 我吃东西 我看你吃东西 不买东西光什么 是在找人吗 你好 我们是陵北大区的学生 是闫老师叫我们来的 来找中南大区的主人拿点东西 您查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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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拿错我手机的那个学生是你吗 你干吗 你认错人了吧你 来 现在给我说清楚 什么 你说什么了 你放开 撤开 谢谢啊 刚才 你是不是傻 你还是说我呢 你知道那什么地方吗 就跟杨亮亮去 你是跟着我跟杨亮亮去的 你不能这么说 就是凑巧碰到 你这叫跟踪你知不知道 也没有到跟踪那么过分 就是碰到了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生气 觉得隐私被侵犯了 对不起啊 吴景昊 我 对不起啊 吴景昊 你干嘛 你干嘛 吴景昊 你干嘛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我就有什么感觉 对不起啊 吴景昊 你让我整理一下措辞 你要说什么 我在想我怎么说你呢 我没那么伤心 没事 你说吧 我醒来以后 大家都跟我说 我以前跟你关系很好 就算不记得了也没有关系 毕竟重新接受一个朋友 不是什么难事 但这总是需要时间的吧 你会突然跟一个陌生人 成为朋友吗 如果一个陌生人 总是接近你 你会舒服吗 如果因为一个陌生人 你总是被周围的人围观 你会高兴吗 会吗 也催眠过自己 对不起 还不几个好 其实 我这段时间 我自己也很多 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快风飘向一念你的好 我只是好好的看到你站在身上 我现在就有点飘了 我这段时间 我现在就有点飘了 我觉得之前有很多的遗憾 现在就没有了 我现在就没有了 那个 明年还要拍学生照呢 就要越壮越是煎熬 就清枯燥燃烧得绕 像冰草 有线线雕火加热着的灶 没有你靠独自恋的小 陆景浩 我答应你 我会做一个合格的陌生人的 但你一定要好好的 不准受伤 不准生病 好啊 你放心